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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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大家好 我是陈乐融 今天要访问的是资深艺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伊能静 嗨 月龙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嗨 你好 我们好久不见 你是资深艺人啊 我是啊 我是资深的幕后工作者 你现在算目前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幕后的 恭喜你回到台湾又出了新的 谢谢春暖花开 好久没有回来了吗 如果以发片来说的话是四年多 因为上一张就是杰伦跟林俊杰还有曹哥 帮我做的那张新歌加精选 大概 但是如果说已彻底消失在台湾的工作环境里 大概有一年多 一年多 可是其实你上一次来银河的时候 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对不对 应该是刚开台的时候吧 应该是关不住那张专辑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你是我的幸福 是 应该有八九年了 那时候其实好像你正在孕育某件事情 对因为那时候小王子 刚刚刚在我的肚子里 就是那时候还不能对外宣布对不对 我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是做完整个记者会 还有一个大的歌友会的时候 才发现 才发现的 但是那时候已经在我的肚子里 她现在已经多大了 八岁了 小学二年级 呃 好吗 很好啊 没有地震没有风灾 我本来想问她说她很优秀吗 后来才觉得这个问法很愉 愿意爸爸妈的心情 她蛮优秀的 第一个她是 还是让你说一下 第一个她是奖学金的学生 小学就有奖学金 三百块 为什么 没有啊就是 就是学校特地发的 对 然后再来她是那个同学一起跟老师一起选的模范生 是 就是 其实就模范生应该说是班上人员比较好的 再来就是我们也没太管她的功课 因为我们觉得她大概在中间就好了 这样 她大概也都维持在前 因为她们现在不排名次啦 但她大概是在前十名左右 是 就她很少有九十分以下的成绩 那才艺跟个性呢 很开朗 然后是一个 因为双鱼座嘛 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小孩 那都跟你 对啊 你就是双鱼座其实你只要给她很多的爱 那个形式不是很重要 她只要觉得她是被爱的 你给了她那个安全感的填满 嗯哼 她基本上她就是一个很开心的小孩 所以她算是很容易找到你的 很容易找到我啊 天天都找得到我啊 是 因为只要我在台北没有大量工作的时候 我一定是四点半接她放学 然后陪她吃点点心 然后做功课这样 嗯哼 所以其实外面对你会有些误解 就会以为你跟小孩其实并不常相处 对但那不重要啊 因为她才知道你 对妈妈有没有在旁边 因为她的感觉 比谁的感觉都重要 其实那个 我记者会讲过 但是在这个整个一年多当中 她是有一次有跟我说 呃那时候我们回家 然后她就在穿 脱那个鞋子 拉鞋带的时候 她有跟我说 有人说你不爱我 这样 然后我就 她是很平静的说 很平静 因为她一边拉鞋带 哎呦 妈妈有人说你不爱我这样 那也不是控诉的说吗 没有啊 有人说你不爱我 然后我当时就 一下眼睛就红了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很脆弱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不能在她面前哭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就开 我就开钥匙 然后从我的胯下进去那个门 然后看她走到那个沙发边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还没完全弄好 那沙发电脑 放在沙发的很厚的腹把上 她就侧座在那边打电脑 所以她背对着我 后来我就想说 我不能让这个话题 就这样结束 结束 这样太怪了 然后我就白转千回 绕了一圈 我就说那你觉得呢 这样 我说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爱不爱你 这样 然后她就 头也没有抬 就在那边打她电脑说 我相信我看到的啊 我不相信我听到的 哎 他才几岁 八岁 那时候八岁 那是因为我的灵修老师 一直跟我说 她是一个比我更高的灵 这是个老灵魂 对 灵魂年龄 其实跟实际年龄没有关系 然后 她说完之后 我在后面 你知道 就哭了 就巴拉巴巴巴的 因为我还是非常脆弱的时候 然后我就非常感谢说 她是这么纯粹的在相信 爱是可以突破很多形式的 只要我知道你爱我 你们是什么形式 跟我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要是那份爱的完整 讲到我头皮都发麻了 她真的是这样 她有 你在讲一遍那句话 我相信我看到的啊 我不相信我听到的 而且她完全没有像一个孩子那种 我觉得 就是我什么没有 我看到你都很爱我 她不是 就是这样的字 就很像一个真言 一个格言 突然就这样讲出来 然后我就这样 太老成了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高等灵魂 高层次的灵魂 是更纯粹的 所以她对爱是no doubt 就没有质疑 所以她可以这么准确跟纯净的 因为要说出这句话 是要一个很纯净的人 当然当然 老成的人是不相信爱的 那因为她相信她很纯净 所以其实我常觉得 她是我的磁场进化基因 你知道吗 像这阵子 我很久没有离开她13天了 那我之前是跟她商量好 就说因为我出专辑了 然后对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然后我必须要让更多人听到这个音乐 然后就好像你每次画一幅很漂亮的画 你会说我要拿给谁看 我要拿给谁看 你做了杯子蛋糕 你会说这个要给奶奶 这要给妈咪 这要给妈咪 这要给玛丽 她连我们家保姆都会 我说所以妈妈也必须要把自己做出来的作品 然后去给那些喜欢我的人这样子 然后对她就会很体谅 她就会说那这样够了吗 这样够了吗这样子 意思是说你出去工作时间 可以再多一点就对了 然后我就会说还不够还要再去 她说可是我想你陪我 她也会有孩子的挣扎 然后我就说你放心啊 因为我是跟公司签约的时候就讲好 就一个月只能有一次是跨一个周末的 不然再多的钱的工作我也不做 其实刚才我们在中间有一个小空档的时候 一能进出来又讲一句话 我觉得听起来很好玩 就是你突然很豪气的说 哎呀其实你说什么现在也没有很 很有企图心 对现在没有很企图 你的用语是什么 你再重述一下 现在也没有对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企图心 对 再红也没去年红了 对 哈哈哈哈